一年的最后一天发生如此晦气之事 皇后思来想去 觉得实在不吉利 于是开年的第一天 就请了高僧来宫中坐法祈福 林飞路发现 大林朝跟历史上的南北朝那会很像 十分信奉佛教 当年大诗人杜牧就写诗说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虽然这个480有夸张成分 但也可想象当时盛况 大林朝如今也不遑多让 还设了专门的国寺 叫做护国寺 来宫中坐法祈福的 就是护国寺的高僧 后宫一时之间 连空气里都充斥着檀香味 林飞路以前不信这些 如今也多少心存敬畏 老老实实跟萧兰一起念经祈福 靖平的事虽然被封锁了消息 但当夜目睹 现场的人不少 私底下常有议论 特别是跟靖平交好的那些飞瓶们 对此事还是心存疑虑 觉得靖平有可能是被陷害了 可把宫中飞瓶想了个遍 都猜不出这事是谁做的 手段之果断很绝 丝毫不给对方还手之力 说起来倒是像靖平自己的风格 丝毫没有人怀疑到明月宫头上 是啊 一个失宠多年的软弱贵人 带着两个脱油瓶 简直集齐了弱病残 直接被无视掉了 萧兰唯一担心的 就是那个扔石子 将此事告知他们的人 心里惦记着这件事 礼佛的时候都走神了 直到香灰落下来 砸在她手背上 香灰烫手 烫得她一个机灵 才赶紧念了两声阿弥陀佛 把香叉 进香炉 林飞路在旁边瞅着 拉过她的手轻轻吹了吹 安慰她 母妃 不会有事的 都过去了 萧兰皱着眉清声道 我这心里总是不放心 宫里还有谁会帮我们呢 对方是好意还是恶意 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飞路倒是不在意 无论是谁 无论她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今事情已结 适者已适 就算她别有所图 也没证据拿我们怎么样 母妃宽心便是 其实她大概能猜到是谁 也知道对方没有恶意 她在这宫中有好感度的人 就那么几个 能半夜翻墙进来的 必然身怀武功 她还记得 宋经兰掌心的剑 比从小在将军府 习武的西行江还要厚 她这些年能在宫中活下来 当然会有不为他人 所知的保命技能 只是没想到 她会冒着风险来帮她 这可跟上次在太学殿前不一样 就因为她送的那几块银探吗 唉 真是一个知恩图报 做好事不留名的美少年啊 对方既然不愿意现身 他当然也不会去逼问 就当作不知道是谁好了 做好事不留名的美少年 并没有资格参加中年宴 当然也就没有目睹当夜那一切 随后宫中虽然封锁了消息 但有计量这个爱听墙角的第一件刻在 宋金兰还是知道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天东听完都惊呆了 这是反事吗 经完之后又看向自家殿下 迟疑着问 是殿下出手相助的吗 宋金兰懒懒地靠着以备翻书 我只是把静平的计划告诉她而已 她原本以为那位五公主能避开这场祸事就好 她毕竟年龄小能对付灵溪 但对付不了静平 先避开这一次的陷害 今后再想办法找不回来 但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五公主一高人胆大 居然借此机会将计就计 直接将对方灭了 看来还是她小看那个小丫头了 天东压根不知道殿下口中的她 说的是五公主 她天真又感叹地说 没想到兰贵人如此厉害 这大灵后宫的妃嫔们 果然没一个好惹的 宋金兰笑了下 并没有拆穿 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 手指翻过书的下一页 林飞路因为侍卫的死 违米了好几天 每天除了礼佛祈福 就是在房间里读书练字 连门都不大愿意出 这日正在房间里 教松雨写她的名字 扮演的窗户 突然被石头砸响 喷喷喷几声 像急雨似的 松雨性格安静内向 被这动静吓得不轻 倒还记得护主 鼓起勇气 立刻就想过去查看 林飞路听这声响 先是想到宋金兰 又转瞬否定 这青天白日的 不像是小漂亮 能做出来的事 她把松雨叫回来 自己走过去打开窗 这会儿没在下雪 太阳难得从云层里探出头来 薄薄撒下几圈光运 防岩树枝积雪未化 白茫茫一片 所以院墙之外 一身黑衣坐在树上的西行江 就格外显眼 她手里又拿了一个弹弓 正瞄着她窗户 见她开窗探身 才笑盈盈收了弓 冲她打个口哨 林飞路气呼呼骂 登徒子 西行江也不恼 两只脚悠闲地晃来晃去 小迷你问 小豆丁 我的礼物呢 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 她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 西行江见她有点心虚地 垂下小脑袋 顿时大叫道 哇 你不会忘了吧 你这个小骗子 说完 脚掌朝树竿一蹬 整个人便临风而下 从树上飞下来 轻飘飘落到她窗前 她上半身扒着窗帘 抬手就去扯她头上的舅舅 林飞路捂着头连连后退 凶她 谁忘了 西行江毫不客气地伸手 那你给我 林飞路瞪了她一眼 才转头 吩咐旁边 被这一幕惊吓到的松雨 去把我装帘里的护手霜拿来 松雨很快就取了过来 西行江听她说 护手霜就有些好奇 等拿到手上拧开一看 又香又软的 顿时一脸嫌弃 这是什么玩意儿 林飞路说 护手霜 涂在手上 保护手掌不被冻伤的 不要还给我 西行江瞅了她一眼 塞进自己怀里 谁说我不要了 她笑眯眯凑过来 手肘撑着窗子支着头 上半身都扒在窗上 小豆丁 我听说你们这宫里前几天死人了 她只是随口一问 没想到林飞路听闻此言 神情顿时有些不自在 连她身边的宫女 都有些僵硬地垂下头去 西行江一愣 之前还轻浮的姿态 立刻变得有些无措 慌里慌张的 哎不是 我就随便问问 你害怕了 她伸手摸她小脑袋 用她直男式的思维安慰 没事啊没事 不就死个人吗 我在战场上见过 可多死人了 林飞路 这种人就是助顾生的存在 她担心松宇难过 转头吩咐 去给世子煮杯热茶来 松宇领命去了 西行江还说 我不可 林飞路没搭理她 转而问起自己好奇的点 你上过战场 西行江语气不无骄傲 当然 我幼时曾随我爹 在边关生活过几年 你知道边关吗 可比这冷多了 冰风三尺不化 冬天士兵都可在冰面上行走 她说起边关景象时 眉飞色舞 不知是心动向往 还是为了转移之前 让她害怕的话题 比说书先生 还要口若悬河 用过老惦记 我们边疆那点地儿 时不时就派人来骚扰一下 我爹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帅了三千骑兵去搞突袭 我便藏在配送粮草的军马里 等到了驻扎地 才被我爹发现 那时候再送我回去 已经来不及了 爹就让我待在营中 不要出去 林飞路插嘴道 我猜你肯定出去了 西行江瞪他 你不要打断我 林飞路 他继续道 半夜的时候 庸国人便来营地偷袭 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爹是故意做出弱手的姿态 就等他们自投罗往梦中捉鳖 那一仗 我们以三千兵马 斩了庸国万余人 尸体血水遍布整片血缘 林飞路 哦 西行江说着说着就跑偏了 看他被恶心到 才意犹未尽地打住 不知想到什么 不如兴奋地问他 我带你去猎场骑马吧 你骑过马吗 倒真没骑过 林飞路问 哪里有猎场 西行江说 宫中就有 就是平日你哥哥们 练习骑射的地方 你没去过 走走走 我带你去 我还养了一匹小马居在那呢 带你去见识见识 林飞路也有段时间没出门了 闲着也是闲着 确实需要出去走走活动筋骨 倒也没拒绝 跟萧兰打了声招呼 便裹好自己的斗篷 跟着西行江走了 虽未在下雪 但寒风呼啸不止 天气冷 加上中年宴上那件事 各宫最近都不大愿意出来 整个皇宫显得十分寂静冷清 猎场在外围 很是有些距离 林飞路走到一半就后悔了 太冷了 风刮得他脸疼 他不想去 西行江可不答应 拽着他就是一顿长跑 林飞路就是常锻炼 拿笔得上他日日习武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口喘气时又喝尽几口冷风 顿时呛得大口不止 眼泪都渴出来了 西行江这才手忙脚乱地松开手 蹲在他面前拽着自己袖口笨手笨脚 给他擦眼泪 不去就不去 你别哭啊 林飞路气死了 谁哭了 我枪到了 西行江扑地笑出来 往他跟前一蹲 逗他 叫生柿子哥哥 背你过去 林飞路懒得理他 重新系好自己的小斗篷 迈着小短腿 雄啾啾往前走去 猎场外的高墙 已经若隐若现 这个天气这个时间 就是常练习骑射的皇子们 也不会过来 除了几个守卫 猎场空荡荡的 有西行江在 守卫当然不会拦 只是好奇地打亮了两眼 缩在斗篷里的小女孩 两人方一进去 本来以为空无一人的猎场里 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紧接着利剑划破空气 蹭的一声 朝着林飞路身后那块剑板来 射箭那人也没想到 突然有人进来 也是吓了一跳 但已经开工 收剑来不及 只能立喝一声 让开 千钧一发之际 只听到西行江说 别怕 你长得矮 林飞路 然后那剑就从他头顶掠了过去 蹭了一下叉 剑了剑板 他确实被吓到了 毕竟也没经历过这种事 缓缓转头时 看见旁边的西行江 咧着嘴笑得十分自信 他说 你看 我就说你矮吗 行了 我会知道 我去找个人 你不想要 你别闹人 我来不想要 我会想要 哇 你不想要